很多人喜歡一個人去旅行,不需要等來等去,自己準備好,隨時就可以出發,自由自在。 日本推主,自己一個去露營時遇到一群無純純的原居民,一個人露營,變成貓咪追回,非常令人羨慕。 推主來到露營地時,發現那裡有好幾隻貓咪。 他們一點都不怕人,反而主動去到推著身邊,好像在說,又來了一個奴才。 推主,本來以為貓咪他們玩一會就會走,沒想過太陽下山後,起了營火,貓咪他們還留在那裡。 計劃好的一人露營,變成貓咪追回了。 為了令貓咪他們更舒服,推主只好努力維持營火,貓咪他們就趴在旁邊,很享受。 推主進入帳篷裡休息,貓咪也不客氣,直接走進來睡覺。 這些貓咪懂得感恩,第二天推主吃完早餐,在擺放木柴的地方,發現了一些松球。 這些是貓咪他們送來的禮物。 網友們紛紛表示,喵!這個是容易生火的東西,送給你吧! 這個回禮太可愛了吧! 第二天,貓咪他們果然繼續留在這裡,陪推著一起露營。 晚上生火的時候,貓咪看到火勢變躍,就把松球拿過來, 火燒到很旺後,又回到取暖的地方,非常聰明。 一個人露營,一點也不孤單,因為這些貓咪的客人太熱情了。 推主露營的時候,竟然遇到可愛的貓咪,令人非常羨慕。 這些貓咪賠食、培訓、送禮物,非常貼心。 有種旅行的貓咪,令人非常貓咪。